木工行业有一句话叫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木工行业里面 有时候它仅仅是0.5公分的一个差距 也说5个毫米 你用肉眼都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出来 然后比如说很多时候 像我们这种长跨度的一个桌子 如果我们的裙边 整体的厚个5个毫米 或者说厚个1个厘米 也就是10个毫米的话 那它可能整个桌子就不会落膛 这就是说我们在很多时候 木工上面的尺寸是非常有讲究的 您看现在这两张桌子 一个是1米58的一个长度 一个是1米76的一个长度 您看一下 我们如果用肉眼看这两张桌子的话 是不是觉得差距特别的大呢 这就是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